好,来,注意看哦 我现在教各位呢 怎么样把这小小的图表呢 变成一整张的工作表 来,各位请看 首先啊,你先往右上角看 有没有看到设计 这个标签,有没有看到? 有哦 如果没有看到设计这个标签 代表你点到外面去了 各位你看,我现在帮你看 请问上面有没有设计这个标签 你看前面 没有哦 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没有点到图表 你要到里面点一下,它才会跑出来 好,设计师跑出来了 来,往最右边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移动 移动图表 给我看到 请你把移动图表点下去 好,去写 好,没有,我换就可以了 嘿,如果 你要一整张的工作表都装它 你要以新的工作表 你要以新的工作表 去装 我们这张图表的话 那就请你呢 选第一个新工作表 请各位选第一个新工作表 看看 你看 至于后面的名称啊 可改可不改 你自己认得的就好 通常我们建议各位改一下 改成你自己认得的工作表 但是这边的话呢,我只跟你讲 你可以改可以不改 这边的话我们就暂时不要改了 好,我们选新工作表 好,我们按确定看看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图表变得好大一颗 有没有 因为呢,我们现在是用整个工作表 去装它哦 好,我们是用整张的工作表 去装它 所以呢,显然的它会变得比较大 那 这样了解了哈 OK哈 好 所以呢,如果各位 在来就做图表的时候 你觉得我用整张工作表 比较OK 视觉上比较好看 或是你觉得比较看得清楚 你就用整张工作表去装它 那如果你觉得不要 你要回归回來 你希望呢 跟我们的资料表放在一起 因为你可能会把它印出来啊 你可能会工作表 你可能会把那个跟我们的资料表放在一起 然后一起把它印出来 所以你觉得说不用那么大张 那也没有关系 来各位 再回到移动图表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要教各位呢 图表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整张工作表来放它 还是说呢 只给它一个小小的放回来装就可以了 这边是你可以选择的 好,来我们把移动图表再按下去 好,你只要选择呢 你要放回原来的工作表 你选第二个 好,你选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一张工作表 好,有 有那个资料表的那一张 好,你选第二个以后呢 按确定就好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就又回来了,有没有 好,好 那请问它现在要求我们放在哪里啊 A12到E30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工作表它没有要我们乱放哦 它要我们放在现在这一张图表的下面 下面哦 它要求放哪里呢 来各位请看我怎么做 滑鼠呢先放在你的滑鼠哈 放在这个图表的框框上到款点 现在各位看到我的滑鼠放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到了哦 一定要看到呢 OK了 放在框框上面了以后呢 按住滑鼠左键 移到A12 这边来放 A12 这边改对齐一下 可能这样 你的框框啊 你看你的移的时候呢 有个框框 你就把这个框框 放在左上角 左上角的位置呢 对齐 我就放在A12 这个格子 好啊 右下角有没有放在E30啊 我们检查一下 没有 那请各位注意看 请你把滑鼠放在我们的 这张图表的右下角的地方 请你把我们的滑鼠放在这张图表的 右下角的脚胶 当它变成双向箭头的时候 再把它按住啊 拉拉拉拉拉拉到30 E30的位置 E30哦 尽量不要超过哦 他也提醒你尽量不要超过 这样子的话有个好处啊 可以把资料表跟我们的图表同时印出去啊 以上啊 这就是告诉各位就是说你图表 你先选到了你要做图表的范围 然后呢 再来你去选择图表的样式 图表的样式 你选好了出来了 你可以选择是要单独的放一整张呢 还是要像现在这样把它放在我们的资料表的下面 上面是我们原始的资料表 下面就是我们的图表 这两种选择啊 你可以自己来决定 好 请问做到这里OK吗 那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题 针对标题来做 他说啊 请各位呢 请各位呢 把我们图表啊 上方 上方的那一个图表的标题啊 把它改为市场占有率 好 各位你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这个图表的上方 是显示销售金额 现在啊 我们上面的图表的标题啊 是显示销售金额 他不要这个 他要不要把它改成 市场占有率 好 来各位我们改一下 请各位看一下怎么做 OK吗 来 滑鼠直接移到了 哇 上面这个总标题啊 你给他点一下 点一个字呢 其中长的字给他点一下 他这个时候 框框就出来了 框框就出来了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呢 注意一下 看一下 好 如果我们直接打 市场占有率的话 哦 不行 所以呢 要记得 请注意看一下 我再做一次 你把它点一下以后 如果你直接打字呢 原来的字是不会被删掉的 所以呢 请各位小心的把它选起来 我再讲一次 你先点到他呢 等他框框出来以后 在滑鼠放在最前面 把它按住 旋 起来 请你打上市场占有率 打上市场占有率 等到你市场占有率打完了 一样哦 把它选起来 请各位把它设为12级 市场占有率 这几个字打完毕以后 照样的把这几个字选起来以后 请你呢把它设定为12级 现在是18级 他觉得太大了 请各位改成12级就好 12级 按照我们的题目来设定就对了 好来请各位呢 先做到这边 谢谢 谢谢 谢谢